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5月17日 今天是 星期二 我們今天升旗易得道會有直播 香港時間晚上8時 到了 10時至10時半左右 大家記得留意 記得出席 很久沒有跟大家在Chat Room互動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上海的樓市 上海的樓市 就是出現了這個防疫的機遇 上海 搞防疫 搞封城 搞到 上海樓市幾乎都被清零 不過清零的 就不是樓價 清零的是成交 有人會覺得 也不是樓價大跌 樓價大跌才告訴我 不要緊 樓價大跌 我一定會告訴你 樓市 缺乏成交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現在 新樓房的成交量就是激減 足足 沒有了八成多 這節真的要研究一個問題 上海樓 值不值得投資呢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真的要訂閱啦 現在有機會啦 希望不用 但是有時希望還希望 可能要 動用後備戶口的機會正在增加 希望大家就真的要訂閱 真的要激活後備戶口 我們最近節目多了很多黃標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 由一成兩成 現在到了一半 或以上了 所以請大家 真是支持一下 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為甚麼我們會 這樣呢 就是因為我們 不願意在沒有事的時候 叫不成功 所以 我們是一個動態 不是動態清零 是動態地求救 動態求救模 我們 懇請大家 幫一下我們 除了 付費之外 付費真的不是最重要 現在還有一半節目可以賣廣告 只要你在那一半節目那裏 下一些功夫就可以了 我們再說多次 Youtube其實相當之無恥 相當之過分 他們自己 大賺 他們自己收廣告商的廣告費 他們自己甚至乎衰到還要在你有黃標節目下廣告 但是你就不能跟他 分任何 廣告的收益 真的很離譜 所以 真的不要跟他客氣 記得 無限大法 手動點擊 甚麼都做齊了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打開我們 沒有被人黃標的節目 不要跟他客氣 Tony應該會跟大家說 另一節關於上海的情況 他要說的 就是4月份上海的汽車銷售 創了 1949年 最厲害的紀錄 就是清零 上海汽車銷售 創下了零的突破 是零 情況很簡單 人們根本都不能出街 有甚麼可能可以買到車呢 上海 不只是汽車銷售被清零 樓市的情況也是差不多 所以跟大家說說數據 上海樓市 成交不斷大幅下滑 和幾個月之前相比 出現巨大落差 這個 揭露國家機密 上海中原地產的數據 上海4月份 新房的成交 就是 比之前 下降了82.8% 過千萬人口的大城市 他的成交 只有832套 無論是百分比和成交的中數 也創了歷史紀錄新低 也是今年的新低 3月份 新建的 商用住宅 商品住宅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商品住宅 他的成交 面積就是56.5萬平方米 這樣就縮了 就是30.2% 他就是用面積來計算的 挺有趣的 不是純粹以中數來計算 另一間地產 研究 這間叫做又威房地產研究中心 有數據 他就說在2022年 5月 五一期間 即是五一假期期間 上海 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是74宗 比同期 上一個年度 下降了93.7% 總成交的面積就是8828平方米 也比同一個時間上年 減少了94.7% 成交的總金額就是8.24億元人民幣 和上一年比較 下降了87% 上海封城 創造了上海交頭的新低紀錄 成為了上海 樓市 出現了新機遇 中國大陸 興講新機遇 每一件事都跟你說 就是有新的機遇出現 所以又問大家一個問題 當 樓市 的交頭 下跌 其實 它有一個很大的下行壓力 因為 很多樓房就是有價沒有市 表面上你標的價格出來 根本 就沒有人看 沒有人買 國內那個交頭 一向都相當之弱 上海 作為一線大城市 北上廣深 上海的交頭 已經是差不多 國內城市裏面一定是最好的 上海一個那麼重要的地方 一個月短短地 居然使得整個月的成績 不見了九成 這個 真的要多得就是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現在這個政治鬥爭 還未完結 所以大家聽到這個數據之後 大致上也可以想像到到底 習近平 要反對他的力量 有多大 你覺得沒有人想反對他 這樣才奇怪 問題是 想反對他的人 以甚麼形式 甚麼力量出現 一大堆黨內元老裏面 一大堆派系 一大堆既得利益者 有誰會贊成 給習近平消滅你的利益呢 政治那部分 不再說太多 因為上兩節都已經說了一部分 上海這樣的情況 如果 不是跟你說他的膠頭下跌 是跟你說那個 樓價大幅下跌 真的 要跟大家說 你真的敢不敢買 這樣的情況 上海一個那麼重要的地方 成交大減 然後 再來一個樓價大跌 假如出現 我相信 中國大陸 會用行政手段 干預你 賣樓 換句話說 他不會給你 恐慌性拋售 既然 防疫可以禁止你走出門口 還有惡意離境 連惡意離境也出現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惡意沽空樓市 你這房子本來 升到800萬了 你為什麼現在600萬賣 你是不是有心 要令到 樓市市場 發生恐慌 然後就抓你了 是不是 很合理 連惡意出境都可以出現的時候 恨黨恨國的人就不讓他出境 剪護照 你 800萬的樓 我要穩定樓價 你夠膽跟我放的時候 低於800萬 我就會剪你房產證 所以 我真的判斷 他會這樣做 所以 不會有一個大規模的拋空的現象出現 所以 不好意思 你不要想 不會出現的 雖然他的樓市 跟崩潰了沒有分別 跟崩潰了沒有分別 但是他不讓你賣 跟股市一樣 不會大跌的 因為他不讓你賣 誰沽就是惡意沽空 所以 上海的樓市 我認為 不會那麼容易倒下來 但是 你買完之後 賣不賣到 就是另一個問題 你自己看看成交 香港說要逃亡 香港說要逃亡 也會導致 絕大多數的 聽眾都跟我們說 他們賣不到樓 真的 擺來擺去的房子 都沒有人看 都沒有人買 香港 還有一群 傻人 以為會通關 例如黃東盛這些傻人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藍梅 一片唱好 這樣的情況 樓市也慘淡到這樣的地步 上海如果真的跟你說 給你一個機會 機會出現 給你去投資上海的樓 我當然勸你不要買了 你買了 你這輩子也是業主 不過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買的時候 你不是cash buy 你要做按揭 你也應該搞不定 因為 銀行應該做不到 就按揭給你了 真的認真說說上海的樓市 以我們所知 上海的樓市的炒風 其實是相當之刺熱 當然 在防疫之前 所以上海的樓房價格 其實升到一個 非常之高的水平 換句話說 上海的樓市也是那句 是嚴重的overvalued 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香港的樓我什麼時候會覺得你應該買呢 如果純粹出於投資的角度 不過你問我 有太多因素 風險大到 你計算不了 包括政治風險 你有你買樓 你有你收租 有回報 還可能會升值 之如此類 如果你很低的價錢買入 但是 你這個人 作為業主 你被人鎖入監倉 這個風險 就是估計不到 而 你在樓市獲得的利益 也沒有辦法 跟你獲得的損失 去做一個就是對沖 你不會因為賺到錢 去坐牢的 所以 上海的樓市其實我也不會計算 就算他跟你說現在跌了九成 你現在入貨 你也不會敢入貨 如果大跌的時候 早前上海的樓價升得很厲害 上海 直接就是由中共管治 跟香港 香港現在也是 不過香港 還是隔了一陣 就是藍絲 以及本土的那班既得利益者 所以 簡單來說 共產黨未全面控制得了香港的情況 不過 不是很遠的 其實已經很近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上海樓市 如果不是真的暴跌九成 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投資價值 不過暴跌九成的時候 政治環境 氣氛又會跟今天比 跟今天比 又會 出現大量 不同的新的風險 所以到時跌九成 你也不能買 所以 在藍煤那麼無恥 才會敢跟你說 把握國內發展的機遇 所以 我們不要緊 繼續推介藍絲 要愛國 要用行動 要拿真金白銀回去 你把你所有美金全部搶掉人民幣 拿回大陸投資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說實話 沒法 不在乎